開心大派對 大家好 阿板好 市民好 我發覺我們星期六下午2點到4點做這個節目 原來有很多支持者 很多年 我在街上看見他們 我看見他們 你看我嗎 你電台做了一個節目 那就好 另外有小朋友過來 我都有看你們的節目 又是電台的節目 因為我最近在電視上未必有什麼節目 是的 都保持著 多年 所以你每一次都要穿一件新的衣服回來 你這件是不是舊的 你哪有新衣服 你不穿的就拿些來 改變藍裝 那就讓大家有新鮮感 人整天都是那個 即是裝美一點 孫敏最近漂亮很多 最近漂亮多 最近漂亮一點 過得去 記得你提到你的名字 好好啦 街車拿先說 另外一件事 我剛才說有一個舞台劇很好看 看得你笑得很容易 現在不開心 尖瑞文最近出來做一個即興喜劇 很久沒看他做舞台劇 是的 我都很久 幾年了 我有個好朋友和我一起拍檔邀請我登台 叫我佩芝 她說姦姐你來看 好好看 我真是很忙的 我想要去看看 因為我欣賞一些藝人 她即時演繹是很難做的 但你會期待她出來說一輪話 很多事引你笑 其實不是 她是視聽都有那個效果 最難得的是互動 每一部份都有觀眾要跟她互動來做那場戲 不是像一般的舞台劇這樣 你在台上做 做完就下一幕 大家沒什麼交流 她全部有交流 你一定要跟她做一些事情 即是拍檔也有的 但其實這個很效功力 因為問題是你每一位朋友的反應不一樣 是的 是的 她令到你很開心 加入一起去做 她這些也可以 詹姆sir那些真的很有反應 她真的看到你 姦仁姐 她看到我 她有沒有跟你互動 她跟我握手而已 都是一項互動來的 都是一項互動 她跟我握手而已 那我欣賞她 當然就是 你對白要記得很清楚 你每一段的橋段 是應該怎樣演繹 有一件事就是她很會撿衣 為什麼呢 你要互動的嘛 互動的時候那個人說什麼 你立刻撿衣 怎樣令到那句話更加好笑 這幾樣都是強項 對白清楚就當然了 然後那個節奏 然後那個反應 加上剛才你說要撿衣 就是因為有互動 你不知道對方有什麼 給你什麼 就算對方是沒有反應的 他都會說到好笑的 或者是會撩到他有反應的 對 這個是很難做的 還有呢 這次她參與團隊 我發覺她在那個視聽 她因為要用很多視頻來交接 那你換衣的時候 她一關燈 她一看視頻 你不覺得她馬上又再出現 原來她已經去換衣 扮演另一個角色 其實是吸引你去看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最重要是笑一下開心一下 如果你想笑一下開心一下 你進去看 你會笑得很開心 那個名字都說得明白 叫即興之王 即興就是跟你 我現在跟你馬上來 不用量度 是啊 不用量度 因為大把貨 即興亂說 Slogan是笑到尿急 你有沒有尿急 值得去捧場 我在後台那裡說 你真的很厲害 因為有很多橋段 是她自己策劃 設計 還有她的扮相 那個化妝很好 那些服飾和化妝 她又扮女人 她又扮男人 她又扮男人 即是有很多角色 很多角色 譬如你好像做關公 那樣 都要沒有得像樣 她又沒有得很像樣 你要跳Hip-Hop的出來 你以為她是Anson Lo之類的 你會覺得她做一個YouTuber是女人 即是她說出一些YouTuber的心聲 你現場做事的時候 原來背後她有很多事要說 那些會引起你有共鳴和好笑 值得去欣賞 那不是很多演員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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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餘的演員就是觀眾 厲害 等於talk show 應該是類似棟篤笑 但她比動篤笑多了些事情 就是怎樣 她有畫面給你看 不妙的 有歌舞給你跳 她不只是說 她有歌舞唱給你跳 還有觀眾上來跟她一起做那場戲 其實整件事很豐富 是呀 厲害 你看那個香港站 是地球首演 她說是地球首次演出你香港站 她說她準備是做一百場的 一百場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但這次這個頭段 香港站 她就先做過幾場 去到其實很快 明天就是最後一場 值得去看 我去到剛剛我旁邊那個 就是 車遠遠 坐在旁邊 我們兩個一起 賣妹妃 對 一起笑笑 卡卡笑 不停笑 大家都開心 去笑一下 放鬆一下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詩敏 范振鋒 繼續回來 繼續說一下娛樂方面 最近有一套戲 原來不經不覺已經40年 但我小時候真的有看過 然後我已經覺得 原來這個人叫開心鬼 在我小朋友的眼中 是分不到 原來黃伯明和開心鬼是兩個 即是你以為 八明哥的名字是鬼 他真的叫朱秀才 其實他是那個老闆 開心鬼的老闆 還是主角 主角 主角 他那時候是不是老闆 新藝成應該也是 好像也是 都是其中一個老闆 出份人 因為我記得小時候 就是暑假的時候 有這套戲 然後真的鬥釘這麼小 就進去戲院看這些 那時候叫做開心少女組 開心少女組 我記得有 最美的 陳嘉玲 羅美薇 李麗珍 然後有林珊珊 然後好像還有就是 傅明軒 原來傅明軒也是 阿祖元潔營 你現在看這套是以前的影片嗎 因為最近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個開心鬼40周年 所以他們就搞了一個放映活動 因為難得 一個黃伯明先生 由七十八歲生日 所以他生日那天 就搞了一個開心鬼的放映活動 因為40年前的那天是開鏡 明白明白 很有紀念性的價值 原來他是跟四百位朋友 一起看這套戲 對 當年的票房很厲害 你說成四十年前 一千七百多萬票房 這是第幾集 因為他有幾集 我先說第一集 1984年那時候第一集 就是新麗城 也是高志森導演 第一部 處女作 哇 八明哥由幕後轉戰到幕前 也做了 當時這部電影 其實都用了不少錢 不過再給票房就厲害了 二百萬 其實當時二百萬都很誇張 四十年前至二百萬 大概收一千百多萬 很誇張 你說多少倍 而且當時好像是捧這個開心少女 對 然後捧了自己 哈哈 因為這部電影真的很好 對 都對 碰一下碰一下碰一下 自己都對 她是開心鬼 你說開心喜劇 突然之間有些人都害怕看鬼片 我記得以前的人都害怕 因為以前都是很厲害的 拍戲 說幾十年前 科技沒有電腦 當時實拍 或是靠剪接 燈光 氣氛 他們都營造到 喜劇 你一不開玩笑的時候 你又覺得很恐怖 有些鬼會出現 所以我記得當時有些同學 他本身怕看鬼片 就算這部這麼開心 他都一邊看一邊縮 一邊看一邊縮 一邊看一邊縮 這是不開心的東西 怕什麼鬼 不是 這部都有點怕怕的 燈光 氣氛配樂 那天應該很熱鬧 非常熱鬧 很多朋友一起去捧場 因為那天Nancy 我不是有個朋友來的 她都說 因為陳曼蘭和八明哥很熟 她都說有邀請一起去看 原來在這個活動當中 亦都找高智深先生 一起去出席 因為其實在這個活動裏面 譬如傅明顯 李麗珍 還有袁潔盈 亦都有去出席 難得 真的挺難得 可以去找當年的主角去做 很難得 還有一個最近都少見 又見到 哪個 葉子媚都在 哦 葉子媚 很多人都是偶像 當時的 葉子媚 我最近在澳門做演出 她跟一班我的好朋友 一起來捧場 很久沒有見 她說很漂亮 跟她聊了幾句 多謝她這麼遠來支持 她身材保持得還很好 是啊 沒有什麼變 對啊 身材保持得很好 很瘦 很瘦 英瘦的地方就很瘦 是啊 哈哈 其實有一點說真的 那個身形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保持 是啊 是啊 她不是肥底 她應該是瘦底 不是以前的 我記得以前的電影 她的腰也是很柔的 很有的 很有的 出名 我那天看到她的腰也是很柔的 很柔的 所以我不是站在她旁邊 或者你跟她拍照的時候 左遮右遮 不要跟她正面交配 有一個比較 哈哈 厲害了 四十年 我想都不是很多戲 可以做到 再翻做 或者再播的時候 有一班原裝的 台前幕後的人都在 是 我記得早前 就是這個 翁正貞小姐 就是她有出席過 之前那一套的電影 那套電影 我忘記了名字了 但是呢 就是有陳百強和張國榮 一起去拍 那一套戲 應該還有鍾寶羅 是三個 然後她就說 所有的男主角都離開了 然後她就在那裡 我記得當時是英王電影 所以是楊壽成先生 有去到出現 所以邀請她 楊先生當年是出品人 是的 所以邀請她去出席這個電影 在這麼多年之後的活動 都很激感慨 是的 我記得當時看過訪問的時候 她都說很感慨 是的 是的 尤其是那三個男主角 當年都很紅 那戲都很紅 是的 那戲都很紅 是的 都很多人看的 突然間三個 這麼年輕就不在 都很可惜 值得大家 一起去懷念一下 對 開心大派對 薛家營 斯文 范振峰 開心大派對 是 薛家營 斯文 范振峰 是 剛才我們說了關於這個電影 在幾十年前 那時候的票房很好 一直成為一個經典之後 到幾十年後的今天 仍然可以見到一些演員 去到出席他們的放影活動 那是很開心的 但是看回我們 2024年 這個香港的電影史度 就真的很一般 雖然剛剛我們4月初 但是其實你都已經 第一看到今年的電影 上映 不是說真的那麼多 特別是港產片 說的是寥寥可數幾度 氣都不多 氣真的不多 開拍又不多 相又不多 相又自然少 而最近這個星期 接連聽到幾套 無論是劇也好 還是電影也好 都是突然間煞停 譬如在上星期尾的時候 看到網劇《反黑2》 其實記得在1718年左右 《反黑2》這套網劇 真的成績很好 所以成為了香港第一套網劇 可以上到Netflix這個圈套 那時候真的很厲害 然後一直說 去到尋資金拍 其實一直指紋樓梯響 但我知道他們背後 真的不停去找很多投資者 去投資 奈何這幾年的經濟 疫情有影響 然後到了去年 就聽到 跟邵氏一起去合拍 又有一些投資 也是真的大了 看到很多的藝人出現 樂宜玲小姐也有出現 但是到了上星期的時候 就說因為傳出資金問題 所以停拍了一段時間 盛傳說過了一年之後 他們都沒有開過工 哎呦 因為以我所知 阿凡你也很熟 一到電影一開始 一開第一天 就已經要一邊花錢 一邊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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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突然停的時候 其實是很大的事情 因為有時候的資金 因為現在你沒有辦法 現在可能疫情 人們都說經濟又不是那麼好 譬如說這部電影是兩億 可能他收了一億 都打算先開著 但其實很多前期要付錢 演員的費用也要付 可能付錢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分幾個階段 什麼三三四 四三二一 這樣也有 即是付錢 四個比例 一千萬就付了四百萬 然後三百萬 即是分幾個階段 對 分幾個階段 三四期這樣 但經濟不好 人家的投資方可能就給了一部分 但你又不好意思去吹 吹都未必給到你 但你開了頭 投資方可能就 脫掉了你少少時間 但你那邊就一直在開著 你真的要很大的決策 究竟是否繼續下去呢 如果剛才方還付不到錢 誰要付呢 誰要付呢 是否要立刻下暗停呢 下暗停呢 當然可以 但一停的話 又不見錢 一停就不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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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一部戲裡面 你不見幾個百分 十個百分 一停一停 你說我停一個月才再開 但一停就散了 整隊組合 又要從頭來過 好像現在的演員就是這樣 反黑二一停 接著現在 有些演員就說 其實一早就鎖了 其實有些人就直接 髮型又跟著你 我又要去健身 有些又減肥 甚麼都有 然後就變成了 人家推了很多外面的工作 真是慘 不過他們的主創團隊 說的反黑 他們也有去到 在他們的社交媒體上 回應 有關他們停拍的消息 他們說 多謝大家的關注 因為劇集資金問題 暫時停拍 他們就向所有影響的演員 工作人員致歉 不過他們強調 這個劇的拍攝計劃 是不會因此而終止的 說回原因 就是其中一位投資者 就是海外基金 在跨國匯款的手續上高 比較繁複 資金到位的時間 就受到拖延 拍攝期間 亦都受到一些影響 不過 現在的回款 已經是順利逐步去到通過 所以 資金會在短期內到位 拍攝也都會在短期之內 繼續去到恢復 希望快點 資金到位 因為 你越停得久 越不見錢 也是 然後可能有些演員 就會說 我真的沒有空 我期沒有 我不用做 然後就一直拖拖拖 就不知搞多久 如果完全沒有興趣 投資方 就不會落了一半錢 那些都不小 是啊 你兩億你一半錢 一億 大預算的 很貴的 因為真的牽涉很多人 還有很多不同場景 看過第一集的人都知道 真的 他真的賺了很多 太重本 而且這次好像有很多集數 他這次不知多少集 之前沒有那麼多集數 所以他投資的成本更加大了 之前真的誇張人第一集 如果認識的演員 就是一百幾十個 是啊 即使出鏡子 都說得有名有姓 是啊 而且對於大家的回憶很深 那部戲 希望快點可以短期之內 繼續去到 有這個電視劇方面 繼續可以拍攝 但另外一個 也聽到 真的 為什麼 之前說了 劉慧強先生 劉慧強導演 他跟謝霆峰一起去到 開拍一個大製作 但是有傳 因為 真的都是那個市場的問題 很低迷 所以 就說 不要了 先殺停 押後之後 才去到 拍這個電影 他這個跟 反客有點不同 這個就是 他不是沒有錢 他那個市場不就 不要 我不如停了 他還沒開 還沒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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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開很多 這個就是 這個的決定 也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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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人 電影 你開了 鏡子那天 就一直在花錢 這個決定就果斷了 還沒開 開 那個錢 你會洗眼 你在洗頭的 最傷的就是 你拍拍華庭 現在這個 還沒開 前期有限 可能那些演員 或者 這些 導演 柳強導演 這些級數 可能大家談 都可以走 就算現在簽了 遲些再拍 可能那些 片酬 那些 可以延後 你編劇 那些費用 都要付 前期也有前期的費用 起碼 但是你佔 那塊錢 這些開箱都一億 佔那個比例 裡面很少 寧願你等市場好 這個有少少不同 其實應該這麼說 為什麼他們會突然煞停 除了市道不好之外 可能見到近年 香港電影在內地的票房都很麻煩 譬如之前爆裂點 最初就想著有張家輝加上陳偉廷 會爆 當初他們預算有兩億人民幣收入 但最終是有一億 剛剛一半 所以他們覺得 有少少不是他們預期 另外有一部電影 就是之前梁朝偉和郭富城那一部電影 也覺得好像這麼有耗攝力 挺好看 應該是很OK 但又不是他們所願 但反而如果計算人口比例 或者香港的票房 香港的票房其實跟去年太誇張了 突然間那個 幾套爆出來 因為那時候還未通關 但疫情放寬 可以進戲院看電影 然後吃東西 這票房就很爆 可能你當作是特別的時期 特別誇張 如果你看回正常的平均 當然現在的票房跟當時比 當然是差了很多 但跟再之前比 其實香港的比例上 不是說本土 不是說跌得很厲害 沒有內地 即是說港產片 內地那一刻的港產片 在這兩年真的相差 很多 真的差不多 你可以說是全軍覆沒 即是這兩年 即是沒有一部賺錢 只要虧了多少 有時可以虧到total loss 虧了 因為宣發 以及要分成給戲院 是啊 不過電影方面 真的要看 我想真是好看那一期觀眾的口味 好像吳京這樣 吳京厲害了吧 之前戰狼那個時候 沒有幾十億 你也不要走過來 是啊 封頭真是一時無兩 但是他這個票房神話 真的去到破滅了 因為最近也看到一些新聞報導 就是他有份參演那個電影 零度極限復活節當期第一日 收143元人民幣 怎麼這麼誇張 是啊 百多元人民幣 百多元人民幣 是啊 沒有人看 是啊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打少了 就是有一點點 就 打到 就是令到 港產片 剛才不是說 很多人都分析了 港產片是不是不行 那些港星不行 那些劇情 經常都是警匪的 很悶 或者那些組合都差不多 那港產片已經是神話不再 這兩年在內地的市場 但是這一部不驚的戲呢 就有一點點 就是打了 說港產片不行 這一個話題 打了他幾包 對 因為不驚不耐地 是票房保證 是票房一哥 是票房一哥 他都不行 那就是 大家都是不可以的 其實可能真的 我覺得很奇怪 百多元 一間戲院 可以收幾張票 因為不知道原因 因為這一套的電影 其實在去年2023年 曾經上過 噢 他就是上了一個多月 其實應該是很少戲院做 他那時候的票房都不好 都不好 都不好 如果好就不用重播 如果他現在再重播的時候 可能大家真的 宣傳著眼點 又未必落得那麼多 不是啊 我想是很少戲院做 這次再上影的時候 場次又可能不漂亮 早場 剛剛你就被人撩到 看到這麼低 就拿出來發敲發大 是 是 但是有些人就分析這樣的 香港現在的戲 又停了那麼多 其實之前也有些戲拍了 那麼變成了 這一陣子 因為香港可能 看到那個戲 就少製作 已經製作了那些戲 都 不想製作 不是 反而因為不多 已經在那些 變成搶 因為知道香港 你也是 現在已經看到一些 又說暫停 不怕 然後之前也說 這一年都是小製作的 有些可能是 兩三年前拍 然後現在才做好後期 準備上的 就大家去 譬如片箱 或者軟線 搶香港的戲 就是有少許 有少許 這樣的現象出現 那都是好事來的 如果搶到 那就是自然 就是那個 軟線 可能有些屏幕、戲院 就多了 有機會 但是都害怕的是什麼 害怕 大家現在給了這麼多機會 港產的影片 因為不多 之後都害怕沒有 現在 那麼少可能 就有多人看 那些戲院 都肯這樣給你上 的話 又肯大陸發行的 又肯大力做宣傳 如果做這麼多事情 有戲院 都不行 那些人就 可能真的畫上句號 希望不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可以 現在就寄望 在5月1日那部 九龍城寨 大家希望 這部戲 因為都是 檔期、長次 各樣都很好 大家很希望這部戲 可以 港產片 就可以繼續在內地 生存 因為我知道 這部電影 已經開始做一些傳傳 是的 那些海報全部 即每一個角色 都有不同的海報 有很多款造型 各樣都很漂亮 很等本 很期待 這部片 多觀眾去看 我們支持港產片 我們一定要支持港產片 Cina 高興大派對 薛嘉營、斯文、范振峰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繼續說說這個娛樂新聞 過程這個星期 另外這位其實以前都知道他很出名 但是去年更加出名 就是因為他自爆在自己的Facebook開直播 爆完自己之餘 爆了其他藝人 那就是黃子鑑 黃子鑑那次做這個問題 我其實一直在想 他是不是喝醉了酒 他怎麼會這樣來直播做這些事呢 當然傷害自己 影響他真的很大 他是一個很知名度很高的 電視節目的主持人 也做得很成功 基本上他在台灣工作 每一天打開電視 他正在主持一些節目 然後還要不只台灣不同台走來走去 你按旁邊台又是他 然後到公司或上車廳三音機 又是他 他讓的都可以 然後出書又很好賣 然後之後 其實在之前也有很多網絡的節目 又是他做的 然後那些大宋的活動 你看到什麼品牌 都是他做的 或者大星 都是他做的 那時候他巔峰 就是找過千萬台幣一個月 我想是絕對不會是一個神話 對於他來說 但是就是因為去年的時候 這個MeToo事件 然後就令到他被牽扯了出來 然後他有去到公開道歉 我們也有節目那裏講到 因為這件事 其實是有影響到他的太太 和他的小朋友 他也有說是我衰 但是希望大家高抬貴手 不要去到傷害我的太太 和我的小朋友 他老婆都是美女 都是做一行的 但跟他好像那個相差 都十幾二十年左右 其實這一段時間沒有看到他 因為他一直被調查當中 但是其實剛剛在上星期 就是知道他被調查期間 雖然他是這個不起訴他 但是在裡面一邊查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他也是有去到購買 在他出院之後的第十八天 仍然是有購買這個 未成年少女一些 可能被侵犯的陸像 哇 死性不改 對啦 有沒有搞錯 大家就是因為他這件事 就非常之生氣 怎麼會找到的呢 因為他們查 他要去他的家搜證 然後就拿了所有東西去查 可能已經有權查你的電腦 電話的記錄 那他也不要那麼疏不大意 關掉他 是啊 如果真的有這些 已經是有人注重你 關注你 或者是來查你的東西 那些碟就丟掉了 那些碟就是不是 那些碟就丟掉了 那些碟就丟掉了 噢丟掉了在電腦裡 是的 還有他又找到他的購買紀錄 還是最近買的 就是他在醫院出來 第十八天 所以大家就是因為他這件事 就覺得有沒有搞錯 當然在台灣方面 很多人在網上發聲 也有一些朋友 有些藝人朋友 就說以後一定不會跟他再合作 很論實說 我覺得基本上如果這樣的時候 現在應該都沒有東西可以讓他做著 說真的 其實他本身 就像剛才解釋姐所說 他在他的事業上其實很厲害 他曾經在台灣的細生大學 給了一個榮譽校友的榮譽校 但是在早幾天的時候 人家說他做的事情 收回 是的 就是收回了 這個 還有就是因為這件事 當然他繼續要出來道歉 但是大家就開始覺得 好像死性不改 為什麼你錯完又錯呢 所以很多人就直接走出來 其實張小燕 就是他的恩師 張小燕 是不是應該要出來說話呢 小燕姐就是台灣 很值得 大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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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值得人們尊重 對後輩什麼都很好 做很多公益 偏偏就算是他恩師 是 然後可能是一個徒弟 就是這樣 這麼大的反差 唉 差很遠 張小燕 我很早就認識她 因為她差不多是跟我同輩 大家都是同星出身 我記得 她是美女 美女 而且她做主持節目很厲害 很好 反應很好 我記得我去台灣跟她做過一個節目 叫相宴會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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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宴會 那時候我剛剛做 復出珍 回來做珍情好一點 我看到她也很開心 因為我小時候已經看她的戲 當然她小時候也看我的戲 台灣的時候也是播了很多港劇 TV 珍情都在那邊 很厲害 那時候羅智祥來做訪問的時候 然後就是要找好姨 她不是叫我姊姊 叫我好姨 黃主嘉 錢就不優 不過現在你名譽掃地 如果這樣下去 就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有些刑責 唉 我覺得很可惜 她這樣來自毀自己的一生 她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人才 做得這麼成功 為何這麼色情呢 她忍不住 有些人已經到達了一些 變態 變態 你仍然在調查中 你還在搞這種事 你哪有這麼傻 她聰明 她不得了 但為何又看了一些報道 好像又看到藝人的照片 她當時點名 楊成林 她喜歡她 我覺得是喜歡比較嬌的嬌的 可愛一點的女 那時楊成林 剛剛出道 我剛剛出道很久 現在不理她 可愛教著人們結婚 楊晴琳很美女的 她做訪問我都看不出來 很可愛 希望她的太太和她的小朋友 即是可以在接下來過一個安靜的日子 要看她的爸爸怎麼做 稍後回來我們有嘉賓 我們稍後回來就有一位 她最近做了一位教授 她就是方力申 好 稍後再談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詩敏 范振鋒 開心家室 今天在我們開心大派對中 家宴姐 我先讓一下 因為我知道你很想親近我們今天的嘉賓 又英俊又英俊 就是我們今天的特別嘉賓 方力申 歡迎 范振鋒鋒鋒鋒鋒 首先一定要感謝佳燕姐 因為佳燕姐 我記得我上次來是環島泳宣傳的時候 佳燕姐知道我要做環島泳 立刻捐錢 謝謝佳燕姐 沒有 應該支持的 你又這麼有愛心 是吧 我今天特別請你來聊天 因為你知道現在在做你的劇集 又很受歡迎 很多人又喜歡方力申的角色 好吧 我請他上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劇情裏有什麼發展 令大家感覺有興趣 首先我想知道 當你這個是第二的了 《天旗案2》 你接這個劇本的時候 你其實有沒有看過第一的劇集 有看到 當然那時候的《天旗案1》 好像說全年是最好看的 最高的 很多人看的 所以找我拍二 我立刻吵翻臉 還有那時候 佳燕姐找我的時候 還是疫情的 所以當然有得拒絕就拒絕 但是到了拍的時候 剛好就已經疫情完了 所以差不多上年就花了五個月的時間去拍 之後我就做了一個舞台劇 排了一個多月 他 陽行我哪個月 前前後後後 所以我基本上去年沒有離開過香港 疫情前也由兩個人 で逛逛 未來香港 變成去年全年都留了一旦香港 所以我也很期待這種劇集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因為這種劇集 大一點工作機會 我一點點想去打個刹說 因為去年我又看見《你的舞台劇》 接著我回來在節目中有說 我也有跟家瑛姐他們去分享 過幾個時間接近兩小時 只有你和另一個演員一起去做這個舞台劇 她的台詞真的滲得爆 這是很難得的一件事 她有跟我說過確實是很難去做的 記這麼多台詞 只有那兩個人換衣服等各方面 全部的人集中看你那兩個人 是的 都很緊張刺激 還有我第一次做 第一次挑戰 好像我游環島泳一樣 從來不游海 一游就要圍著香港島來游 我都是覺得有一點想挑戰自己 一是不做 一做就做一些難一點 要是做一次而已 之後就不敢再做 但那次的舞台劇 也有很多人欣賞 給人家感覺 你另類一個精彩的演出 因為這些舞台劇 你說只有兩個人演繹 一個多兩個小時 是很難的 真的很難的 你記小一點 台白 對白都不行的 還有我剛好就是昨天和朋友吃飯 就是很久沒見 他就跟我說回 都是說回舞台劇 因為他又來支持 他比我年紀再大一點 接著他就說 我進來看的時候 沒有任何的期望 覺得都是說生老病死 說正能量的東西 都是這樣的 應該是老套劇 但是他說他沒有準備之下 最後都是因為到劇的劇情 都感動到流眼淚 所以他說都是很想不到 我自己的感覺是跳出舒適圈 因為我以前做了這麼多年藝人 其實很多時候都很穩陣 什麼都不敢做 覺得不聰明就不做 就算試也不敢試 也因為疫情 也因為自己有教育小朋友游泳 你做大人就說 叫人家跳出舒適圈 那你自己做了什麼呢 所以我最後就想 剛好疫情 人家就說 不如你試試做個舞台劇 因為也是這樣的 譬如我拍《易天》 拍完了是去年 電視劇 電影都會一年才能播出 但是舞台劇就快了 我兩個月排 或者過半月 然後就立刻上 疫情也是少了很多事情要做 你要為自己創造一些機會 也覺得 在香港很多人都認識方力生 但是方力生做什麼呢 有些人說方力生是游泳的 還在游泳嗎 有些人是教水的 有些人說他唱歌 做戲 或者做什麼 其實方力生是很多方面的東西 但是沒有一樣東西 大家很記得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我都是要靠這行賺食的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做個舞台劇 第一就要讓人看到 我做到的 第二就是想快點有作品 讓人見到 都很幸運的 因為都是因為疫情 很久沒有工作 拍攝都很久沒有做 那我要做這個舞台劇之前 剛好就有個《逆天奇案》 讓我去鍛鍊 所以就很好 因為《逆天奇案》 我做的角色是生物學教授 有很多很多的台詞 那些台詞也是很難背的 還有我們的總監製家豪哥 聽聞是不讓大家改 是 不是聽聞的 正正是 跟他合作過都知道 你不要改我的劇本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有些藝人就想著 自己順口一點 不如改了 他進入廠 為什麼不是那些 因為他對每一個對白 都很有研究 就是誠上接下的 如果你改了他 他真的很不高興 錄音啊 回去配音啊 是啊 所以這次我配音 是幾句而已 OK OK 還不關我事 哇 很聰明 就是因為我乖 跟足了這些對白 所以其實有一個基礎 就是逆天意的時候 已經練習了背東西 到我再做舞台劇的時候 背東西方面又會更好 而且始終 太久沒有拍攝 有時候對著鏡頭 都會緊張 或是NG多了 這個也是給我一個再溫順 再踏著腹底 因為一到舞台劇就沒有NG了 是啊 是一個表演來的 所以我覺得都是很幸運的 上年疫情之後 拍了五個月的劇 然後就立刻去排戲 然後就立刻去排戲 是啊 其實很難做的 我想問一下你 因為嘉應知 很多時候都有改對白的 哈哈哈 嘉豪哥 你如果找我的時候 你都要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明明那頭已經說出來 你這麼說 到正式我又說了別的東西 我想知道你 因為你好像說的舞台劇 阿斯文都很欣賞 嘩 那些對白這麼多 一兩個人做 甚至這個《逆天奇案》 你做那個《心偉學》的那個教授 其實那些名字 有英文 是啊 我想知道你用什麼方法去記的呢 嗯 用什麼方法去記 當然都是要 warm up 的 首先我想都是和大家演戲一樣 都是要熟悉那個角色 你都要相信自己是那個人 那你說的那樣東西 而且都是要不斷去看熟一點 如果你只背 你很難說出來 是像你是那個生物學家說的東西 是啊 所以你真的要熟過 要做功課 我的準備功課 是要熟過我平時做一些 譚情說愛的角色 那些比較口語化一點 那就真的要再熟習多些 通常是不是你現在 我不知道 我早給你劇本 但是你今天都要念明天的東西 是啊 那就是收工回去 其實你沒什麼睡的了 是啊 是啊 都多的 是啊 都多做準備 一天拍成十場 是啊 那你睡得那幾個鐘頭 那幾個鐘頭就用來念明天十場的東西 是啊 還有你對話是多得不得了 有那些名詞 是啊 我已經說錯了 我們普通人 就算我做你媽媽 就知道是兒子 你是什麼樣子 是啊 但是你不是這樣 你說真的都是 很緊張 很專業的那些東西 是啊 很緊張 而且始終自己也是在這行做了那麼久 你都要有個專業的精神 讓別人看到的嘛 你沒理由 埋到位的時候 對戲的時候 咦 現在才背嗎 放心 哈哈 又不是很行的 就算你說跟前輩也好 和後輩也好 你都要讓別人看到 跟前輩更加要讓別人知道你有做功課 後輩人家說 哇 原來你們是這樣的 我跟你說 你這個壓力我比你更大 我拍攝黃金萬兩 同一班年輕的藝員 又做我兒子又做我女兒 我下班去 真的收了三四個小時 就是了 因為我是前輩 沒有理由去入廠 還嘔嘔嘔嘔 哇 你怎麼對得住整個廠的人 那給別人的感覺 咦 這個前輩 都不專業的 所以真的會有壓力的 起碼真的 我給任何人都要記住 都要記住她說一句 當作提醒她 那有一個東西是誰最擅長的呢 是馮寶寶 是 馮寶寶呢 她同聲 她只有五六歲而已 是嗎 她看完對白之後 她記不得已 過目不忘 她說喝傘 或者誰就說 到你了 到你了 到你說了 波叔他們說 到你了 她提起來了 所以在那裡 哇 真是精靈 真是厲害 這方面 所以我們做的演員 真的要有專業的精神 在那裡 才能夠帶動到整體 大家都做得好一場戲 是 所以這次 《日天奇案》 這麼多人追來看 那你那個責任也很大 你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我要努力 我希望大家喜歡這個角色 還有呢 剛才你說過 怎樣背 林夏薇教了我的方法 她幫了我很多 因為之前我跟薇薇都很熟 然後一直都沒有機會合作 知道大家這次有機會合作 我想我對手方面 我跟她的戲是比較多 所以在我們拍攝之前 我們已經有訊息 有聊天 有聊天 她也有跟我說 記住不要改對白 你告訴了給我知道 因為我都會很自然 就會說一些自己容易說的方法 也有自己的文法 也有自己的 但是她就說 記住不要了 你不想回來配音 你就不要改了 我當然不想 我住元朗去將軍道 是天和地的地方 結果就沒有改了 背 她教我怎樣背 她教你怎樣背 你給家營姐聽聽講局 聽完講局我們分 你就聽聽她怎樣教你怎樣背 謝謝 謝謝 開心大派對 薛家營 斯文 范震鋒 開心家房 好 好 繼續回來 大家聽完廣告 現在我們聽 方力生 我們今天的特別嘉賓 跟我們說 林夏薇 教她怎樣記對白 我都想學一下 我跟剛才聽廣告是有關係的 怎麼樣呢 薇薇跟我說 她說她有個方法 就是她將她的對白 錄音 然後自己聽 我會聽 因為薇薇多數 我猜她都是司機出入 她就很專注 我自己開車 剛才都說 我住元朗 出出入入 每天都開過百公里 很多時候在車 那我就錄了那些對白 那些對白 有些是四五行 一塊一塊的 所以我就錄了它 然後我開車的時候 去到位置 去拍戲 那我就聽 一不斷重複聽 其實原來真的很有幫助 因為當你未背熟的時候 你就這樣看 要背 很難的 那你未熟 那你一定要看 但是你未熟的時候 如果聽 你就可以一句一句 這樣跟進去 所以有時候 我讀的時候 我還會讀後面的對手 那句說話 那你就知道怎樣接 所以這個是 很幫到我的 我想我以後 我都打算是這樣 用那種方法 還有當你讀出聲音的時候 因為我們看劇本 你讀出聲音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自己演的時候 想用什麼語氣去演 那你就順便 你就可以做廣播劇 那樣 你再讀一下 我用這個語氣 挺好的 錄完這個不信 第二個語氣 試試錄一下 那我就覺得這個 像是 那我就聽的時候 我又可以 當溫習多一次 是的 應該是很方法 其實之前有人教過我 我覺得你的方法好一點 讀了 錄出來 之前人家就說 你如果記 你抄一次 抄一次你就入腦了 這樣 抄一次就入腦了 但是抄慢 你讀快 還有一個語氣 有感情 那這個方法是很好的 所以這個就幫到我 還有我有很多名詞 之前就要Google一下 寫一些拼音 我現在都忘記了 那些真的 二十個英文字母 那些字 即是從來沒見過 是的 所以 但是我也很喜歡這個角色 觀眾慢慢看到 我想15集左右 我的角色又會有更多的變化 我的貢獻也會更大 因為一直是我幫警方去破案 接著又要接觸 第一集的大壞蛋 魏梓樂 張永康飾演 所以我又要跟他有很多的交流 但是再去到15集 即是我們30集劇 即是一半之後 我的功能又會更大 我的功用又更大 你的功能大 還是你是否會繼續查案 是的 我會繼續查案 我以為你會去犯案 整件事這麼扭乱 我是教授來的 不是 因為你是逆天奇案 是 你又對 你又對 所以你逆思維 要想這些 逆天奇案 突然那個教授 又要去做這件事 是 最多對手戲 跟美美 當中柱 令他有些 人性 我以前也做過一部戲 是機械人 真的做過機械人 所以都要想 但我不想做到這麼 愚蠢 你始終都是一個人 即是要有些表情 那麼愚蠢 沒有理由 又不可以這樣 所以 但是 跟林夏美 慢慢 我也會喜歡她 那是情侶嗎 沒有 沒有 因為她跟 Jean Peng 是一對 但在她們兩個 有些問題的時候 我又出現了 即是她是第三者 沒有 又未去到第三者 是的 OK OK 那些案 我見到好像 有很多不同的案 是不是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現在你們又說一些不同的事件 是的 有些案是單元的 即是完結了就沒有了 所以有些角色都是 在劇裡面 出幾集出現的 但有些大的主線 一直要追下去 即是譬如你們做教授 去怎樣查案 你一直追下去 是的 我一開始 先幫警方 先破一些其他的案 然後 去追回那條 最主要的那條線 就是魏梓樂的那條線 因為她本身 張永康 她本身已經進入了精神病院 但是為什麼還有這麼多 關於她的案 還可以安排到的呢 究竟是誰幫她 去繼續犯案呢 或者她怎樣可以繼續 給她錢人呢 所以這些就是我幫她去查 OK 都很懸疑 你喜不喜歡拍懸疑的電影 我也喜歡的 希望不用打就好一點 懸疑一下就OK的 這個不需要 這個不需要 他們要 他們就 因為你是教授 我是教授 而且那時候夏天拍的 我全部教授 你也知道她上班都是辦公室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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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 教大學 他們 哇 我看他們拍的IG 拍攝 那個 拍攝那個 室外運動場 公園 那些氣溫 那些道數 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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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拍的古裝 那些36 37 已經上昏了 真的已經上昏了 還有39 我想不見了我 哈哈 哈哈 整個人用了 整個人用了 戲裡頭 有沒有一些 我現在還沒看到 接下來 因為你查案 有沒有一些 一兩集給你游水 哈哈 哈哈 沒有 你是游的 生物學教授 沒理由 突然看到 有肌肉 家豪哥叫我 直接叫我減肥 他說 你瘦一點 不要做健身 不要這麼大份 他有的 因為他想來 一個文藥書生 那些感覺 是啊 他真的有說 叫我不要做健身 還有不要曬那麼黑 哦 比角色 平時的我 夏天我由室外 我直接有個眼鏡忍耳 遮都遮不了 是啊 所以我也有為了他犧牲 是的 那也是的 為那個角色 也對的 如果你黑黑實實 很健碩 就不像一個教授 是的 雖然現在的教授 什麼類型都有 但是 要讓觀眾看到 要更容易進去 是 那就是 有一個既定的印象 有一個既定的印象 沒錯 我想知道有沒有 哪一場戲 或者什麼 你覺得是 比較難度高去拍 還有 比較深刻一些的呢 我想都是 最多台詞 那些 還有 我們這次 有去到一個 很先進 我們香港有一個studio 不是錄報警 已經全部是LED 然後 直接把我們去到那個 我們 我們會去到一個島裡拍的 但是那個島 全部都是 用特技去做 其實都不是叫特技 都是特技 是科環的 後面全部是LED 是的 已經是有一個動畫 在後面 所以我們就在它前面 做 前面都會有些道具 所以有在島上的景象 也有後面是汪洋大海 也有一個是我滑下懸崖 最後我會滑下懸崖 那些懸崖 都是在那個 那個Animation 那個後面 做的 它可以做到 那些懸崖 可以做到不同的 的視角 效果 噢 本來呢 它就在你後面整座山 然後突然之間 你就變成山頂 在那個頂上 然後突然之間 就打橫 你就躺下在那裡 即它什麼角度 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就要做這個動作 表情去配合它後面的 那些Animation 我們不需要移位 以前我們要移位 讓它離開 它整個圖 可以移位 可以移位 不需要移位 可以移位 遠景近景都可以 然後它後期 因為我都會擔心 拍出來 是的 但是可以不可以 出到去 人家會不會覺得不像 但是他們說 他們後期會再調整 再調整 就會出來 效果就很好 所以現在都 越來越 越來越好 幫助到演員 不需要 全憑幻想 是的 還有真實感 是的 我有一場 比較浪漫的 就是跟林漢薇說一下 然後看著鹹蛋黃 日落 哇 鹹蛋黃可以放大縮小的 哈哈 去到漫畫這麼大 哇 會不會太大呢 有些假的 好像碰到 然後再縮小一點 然後再有現場 還有燈光 是 做一些燈光 你就會覺得 哇 很漂亮 現在的科技發展 我們觀眾的眼福 對 你們能夠配合到 都是一件很好看的事情 還有演員 應該不用那麼辛苦 對 沒那麼辛苦 是啊 是啊 不然就算 我試過 等人下 放了機器 等他 他日頭已經下了 哈哈 真的啊 很快 最美的那一刻 只有50分鐘 就下了 唉 哇 等他下 還沒弄好 又要翌日再拍 現在不是的 現在可以做到 但是很貴的 很多十萬 都要去拍的 都要租的地方 是啊 因為他有這樣的科技 是啊 這麼多全部電腦去做 都是值得的 都是說 我們第一次是試用這樣的技術 這樣的方式 所以都很可愛 是啊 大家很值得去到看他們 就是這個這麼用心思去拍的方式 是啊 是啊 那在這個戲裡 因為你是歌手 那你有沒有唱過 沒有 每個人都是歌手 Jimane也是歌手 林夏美也是歌手 是啊 我不是親生兒子 是難一點 大家都知道 是啊 不要放棄你唱歌的行業 所以我又為了自己 又有個安排 那個安排是怎樣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稍後回來 繼續說 好啊 好啊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開心家房 好啊 繼續回來了 為著自己 繼續工作著想 那究竟方力生會做些什麼呢 你這個時候 又是要跳出一個舒適圈 我真的沒試過 原來我做了這麼久的藝人 我沒試過做一個個人賣票的show 即是一些sponsor的有 但是一些 換票可能有 換票的人 個人賣票的 即是百元一張票的 沒有 沒試過 為什麼呢 其實過去也有些 拼盤show 或者兩個人的show 我從頭到尾 都覺得自己是 不敢去處理一個show 因為我不懂得跳舞 我十字步 又不懂得跳 那你要早點找我 去學一下才行 所以我就覺得 我又不跳舞 那我怎麼做呢 那些歌呢 我那個年代 我那些歌 又不是很多類型的變化 多數都是 慢歌為主 情歌為主 卡拉OK的歌為主 所以我就覺得 會不會做兩個小時 人家會很悶 我就會幫別人去想 我應該不行的 所以就沒有了 但是 也都是那句 我要跳出舒適圈 疫情也都覺得 真是沒有東西去做 真是沒有東西去做的 那些人經常說 我很有錢的那些 不要相信 我真的要賺錢的 所以我就想 日天旗岸上了 剛好也有團隊 想問我有沒有興趣做表演 所以我就想 以前不肯 現在 好啊 因為我跟她說 我又有劇場 她說 那就正好 有劇場 之後 內地又會播 同步播 之後就可以做表演 希望這樣之後 之後又可以有多些 真的你不做 永遠就不知道 究竟會有些什麼 事情會發生 暫定 可能會做四至五場 在廣東省 希望在澳門也會做一場 如果做得好的話 可能最後就會回來香港做 其實新加坡 馬來西亞你都可以做 馬來西亞我也有去的 那邊你也有很多觀眾 有劇場就OK的 都會 希望試一下 是啊 那這次呢 那你那個 歌的方面 你會不會 坦白說 你說你不會跳舞的 是啊 那你這次會不會 新的嘗試 又跳回拍舞 哦 我要求了很多舞蹈員跳 他們跳 是啊 那我也有想過 可不可以 你真的可以的 不是啊 你可以坐在那裡跳 不是啊 最新的方式 因為你游泳這麼厲害 就是啊 你把那些 游泳的動作 蛤式啊 什麼 擺下去 但是你知不知道 游泳呢 大部分的人 是同手同腳的 是嗎 就是一舉手 右手和右腳 舉出來的 是啊 我擺姿勢 有時候我會想 擺一個跑步姿勢 看 這樣嗎 不是啊 我要想的 是真的 是真的 因為原來 我們游泳的節奏 那個 是真的 你右手推水 右手是重心 擺腳 左手就是左腳 真的有那個重拍 是同一邊的 所以 因為游泳你要轉身 所以如果你是 兩邊的話 你是不能轉身 所以是同手同腳 一摸的時候 這樣就轉 這樣就轉 所以 這個是我的藉口 這也是一個理由 就是 跳舞的時候 總是 不行的 重心 不知道放在哪裡 其實方力生很客氣的 又很謙虛的 他根本是可以做到的 那他現在其實是蜜羅緊鼓 我想 他連十字 全快歌 他連十字步都認識了 到時候大家會有一個驚喜 有一個驚喜 好了 選歌方面 你怎麼選擇 你的循環演出 起碼要成 起碼要召喚 二十幾三十首歌 對啊 都會 主要都是 有自己的歌 還有 會唱一些以前 我的朋友的歌 尤其是影響我的歌 因為我們以前 在一家人最多 金牌年代的時候 那些兄弟姐妹的歌 現在還在找到 是做一個 或是做一個 所以可能阿公 阿側田等等 他們那些 他們那些歌 都是陪著我長大的歌 也是一班好朋友的歌 難得 會不會 有時他適合時間 請他們做嘉賓 都會的 都有想過 因為大家都 例如澳門又接近 廣東省又接近 都會有機會 我想內地的觀眾都很喜歡 現在 是不是每個人 做一場 反正都全部 都已經是策劃了 這樣的事情 做多幾場 還有很多 蛤? 發達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比如好像我之前 我都去了廣州看側田的演唱會 所以其實很多 大家都在附近的時候 叫他 你明天唱啊 不如先過來 過來先 對呀 這樣也會的 那你這個循環演出張會 什麼時候安排 我想應該六月第一場 六月第一場 很快 嘩 我本來沒有壓力 現在有壓力 過幾月 對呀 對呀 過幾月 對呀 過幾月 如果要回來香港 可能是明年 都差不多 又不是很趕的 也都很希望 除了廣東省之外 像嘉儀姐所說 會不會去一下馬來西亞 去一下其他地方 因為那邊你也有很多粉絲 或者美嘉 對呀 都可以安排 希望 好啊 我想 新加坡 馬來西亞 甚至美嘉的朋友 都在期待 當然了 就在香港和內地演出了 是 讓我溫屬一點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廣告 好好好 我們待會繼續聊 謝謝 開心家房 開心家房 然後大家還得到泳 大家比較少看到公開游泳比賽 突然看到繼續保持 可以保持 保持得到 對呀 又獲得好成績 對呀 我也很意料之外 是 因為 我在去年 都有參加這個世界的先進賽 獲得第四名 為什麼這次都會去多哈呢 就是因為 去到我們這一年多 不是那些精英比賽 每個人都會去 有時候都有運氣成份 可能有些高手 可能生小朋友 或者是去公司 做事 去不到 所以去到多哈也遠一點 所以我就在想 我本來我們的泳會 去年是有八個泳手去的 今年我的泳會只有我一個人去 所以我呢 我還要是 我在空中度過我的生日 一下去的時候 因為時差 又再過多次生日 我一個人過了 一個人孤零零 過了兩次生日 這麼辛苦 都是為了去多哈比賽 就是為了搏個大帽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拿到獎牌 結果呢 我在出發前十天 就知道我自己 是有機會的 二百貝詠 排第三 所以就有機會拿獎牌 但是那時候 為時已晚 減肥減不及 只剩下十天 我重了七公斤 我現在都是 六公斤 比起我舞台劇 我舞台劇的時候 都沒有故意減 壓力 就很好的 因為很有規律 但是一到舞台劇完了 放了個假 然後聖誕節 然後吃年糕 然後我生日 我以前 平時 我和你分享過 我又會斷食 又吃Keto 即是生酮飲食 又不吃澱粉質 又年糕又成 又吃糖 又吃甜品 放肠 還要我生日 平時只吃一頓 人家約不到我 夜晚 又約我下午 重了七公斤 我看著我的照片 游完之後 慘不忍倒 抵我輸 旁邊那個 贏我的一米九 身形挺漂亮 哇 我心想我贏了他 他沒有天理 其實那個體重真的有影響 有影響 就算在水裡也有影響 但是 剛才說 我是環島泳之後 之前我退役了十五年 環島泳之後 重新游回水 游回水之後 反正都游回 接著有報香港的先進賽 報一報之後 有比賽 有世界賽 就去游 而且 是很好的 因為他們的世界先進賽 是真是 何思培歐凱淳游完之後 大家都看到他成為世界冠軍 之後隔了十天 就到我們游 游回他們的泳池 用回他們的設施 所以是 藥主辦那些做得很好 令到我們 真是會有回 以前運動員那種感覺 抱回運動員證 然後去熱身 去比賽 是很開心的事 很開心 這次我拍了很多影片回來 令到我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原來有先進賽 原來是分零的 每五個歲數 一個組別 去到一百歲都有 是嗎 我拍了一條片 是八十幾歲的老友記 男生 八十幾歲 二百碟式 三分幾鐘 真厲害 我希望我那時候走到三分幾五百米 那種碟式 碟式 又可以很漂亮 我拍了 放在我的IG 大家要去看 佩服 我們都欣賞你 多謝 因為你熱愛運動 你都多方面去參與 去嘗試 這次又得到獎 真的很難 真的有練習 我每一個星期有三招 是五點多早上起床 六點半游泳 大家聽著 五點多起床 五點多起床 是啊 他們有掌聲的 所以那些人都說 無論我性格也好 我生活作息也好 都是不像一個藝人的藝人 五點多起床 起床去游泳 難得 都為你感覺驕傲 多謝 所以早睡 所以我現在也是十二點 可能十二點之前 我都已經睡了 那我就可以了 我不會打給你 哈哈哈哈 夜睡了 我是夜睡 因為我十二點多 我才回覆人家的WhatsApp 那些東西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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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你聊得很開心 很開心 謝謝 跟大家又分享了 拍這個《逆天奇案》的趣事 當然請大家繼續收看 接下來她說她的角色有些轉變 很大轉變 大轉變 大家記得到時候收看 再次謝謝方力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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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